出動各式機具車輛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和時間賽跑持續作業 台北市松山區清晨街豪宅建案 每平上看200萬 23號晚間路面卻突然坍塌 經過現場勘察 是因為島溝支撐力不足 導致外部路面下陷 現在島溝已經回填完畢 至於路面塌陷的部分 預計在25號下午恢復原狀 開放通車 監管處處不了解這處工地 正在失作深14公尺 寬1.2公尺的深島溝 還沒進行基礎開挖 施工過程中得先破壞 既有建築結構大約三層樓的地下室 但破除時 因為是在兩個不同時期 失作的基礎上而出現弱點 造成位移 導致島溝被推擠崩塌破損 昨天我們已經在現場要求 這個工藝立即勒令停過 那我們也裁罰新台幣18萬 那裁罰之後 裁罰之後後續我們會要求 如果想要再復工必須找專業機構 評估意外發生原因 並提出如何改善 例如以地質改良裝 排裝針對弱面處進行補強 這樣重新進行導勾施作 以及連續必挖掘作業時 才不會這次釀禍 其實每一次事件發生 我們都會做一次檢視 其實機制只要完善 那每一個人員只要落實 整個機制的運作 其實反應就會非常的快速及時 台北市長蔣萬安連續兩天到現場視察 親自監督 畢竟去年9月中山區機胎大職工地 才發生公安意外 現在又有路面塌陷 讓北市施工安全 這次引發討論 華視新聞網民的張俊慧 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易錦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